英国脱欧决定也震惊了全球 各国领袖纷纷针对这历史性的转变发表立场 承诺采取措施保护市场 免受英国脱欧影响 而我国首相拿多斯里纳吉 则呼吁各方尊重英国脱欧决定 首相拿多斯里纳吉今天呼吁各方 尊重英国选择脱离欧盟的决定 也是财长的他指出 短期内英国脱欧将对在英国投资的大马公司带来影响 至于未来的影响则取决于 我国与欧盟协商的条款 但他相信我国经济不会面对太大动荡 另外澳洲总理特恩布尔也表态 于英国要真正退出欧盟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预计对澳洲的影响不大 不过全球市场预料会暂时处于不稳定的时期 为了避免市场因为英国脱欧引起巨大震荡 日本和韩国纷纷表态 将会在必要时采取措施稳定市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英国脱欧将会对日本产生实质影响 不过他强调当局将尽力保持市场稳定 并要求该国财长麻生太郎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延 密切合作采取必要措施 而韩国副财长崔项木在主持紧急会议时表示 韩国政府将动用一切政策手段 极力将英国脱欧为韩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实现外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尊重英国人民的脱欧选择 并愿意继续发展中英两国的关系 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 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英和中欧关系 支持欧洲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NTV7综合报道